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们要谈一谈美股在周线上五年涨终结 到底大谈是真的危险还是一个假摔 大家都知道其实美股在去年十月尾到现在主要是以涨为主 那么最近因为不管是因为通胀的一个不明朗的前景 还是说这个降息时间会延后 那现在很多投资者在高位呢比较担心 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去看待当前的美股市场呢 这边需要是怎么看的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美股市场呢前面我们在前几期的快活局当中 也是跟大家谈到过美股 它在上涨的过程当中 它的市场情绪是非常的疯狂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唯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所谓的标准 那么前面我们一直在谈标准 很多咱们的粉丝朋友其实也按照这种方式去做 卖在了这个调整的最初的位置 但是很多人呢就是眼睁睁的下跌没有行动 为什么就是说我们在看到高位的时候我们最容易陶醉 那接下来我认为在美国大选年 美国市场整体是有机会的 可能在有机会之前它不是一番风策 应该会出现多次调整 那么接下来我的看法是美国市场是一个有赚钱机会的市场 但是它有调整的时候你会不会因为它的调整失去信心 所以接下来的调整我们看它的调整力度到底是久还是短暂的 认为我现在看来啊 它基本上是在一个波动的范围之内 应该调整的范围应该在黄金分割0.382的附近 如果它撑重 也就是说它后边还会继续上涨 因为现在的大选还有点时间 一般是在大选前两到三度的时候会先释放风险 后面它会在大选基本上尘埃落定的时候会保持上涨的这种节奏 所以我认为接下来的美国它不是一番风顺 在调整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踩准节奏 尤其是找到前期的一些支撑类来试定自己的标准 后面我们尽情的去把握每一股的每一次向上的拉伸机会 这是我对于美股的一个整体看法 整体是看好的 但是中间要注意调整的一些标准的定制 比如说你说的缺口包括四流结构 还有所谓的六代神龙的红路的变化 都是我们制定标准的一些因素 那么江老师怎么看呢 其实刚才我也同意你的一个看法 因为从长期来看肯定是牛市 比如说从十月底开始涨 涨了九周跌了一周 最近又是涨了五周跌了一周 那这个时候呢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美股有一个年间月的规律 它其实呢每年的三月份 有一个容易出现高点的时间 我们现在已经二月的后半段了 那么离三月份也不远了 对吧 另外刚才你谈到大选问题 大选它一般容易在靠近大选 就是概括评论的时候可以涨 对吧 所以说我觉得今年这个时间段的话 一个是三月啊还有八月啊 这两个时间点可以注意 那现在我们确实比较近 而且呢最近我看到本周啊下跌之后 我重点看了一下 像纳指的这一边 它是出现了一个下跌之后 它是靠近前高的 我们一直说标普道指都创新高了 纳指的前高附近跌很正常 所以一直没有回调的话 这一点确实比较危险 同时可以看一下标普 它的这个周线 出了一个黄太极运行 这个比较严重一点 它的周期是在周线上出现的 对更加可靠一点 所以给大家看一下 纳指周线是一个运线 然后呢标普的周线呢 是个黄太极 我觉得都是风险是比较高的 只不过呢现在有另外一个话题就是 大家都觉得目前这个科技股 上涨很大程度上 因为英伟达带的这个 AI的龙头太猛了 有点就是飘了 感觉很不真实 所以很多人现在都在关注 下周三英伟达的财报 会不会一下子就是把这个大盘带崩 大家都在等着调整 结果呢 英伟达像芯片相关的概念股 依然很飘 所以呢它反而延缓了这种调整的风险释放 所以现在呢大家都在期待着这个英伟达真正的把这个调整给落实一下 对啊如果英伟达他真的跟咱们这个高位的这种心态重合的话 那就比如说英伟达的报告没那么好 一下子也很高 需求也很明显 他就双方面都明显这样的问题了对吧 但是呢现在还有不同的声音 你比如说现在所谓的芯片包括这个OpenAI 又产生了一些像这个新的制作视频的人工智能 对这个技术很厉害 对那么这种呢它对显卡也是有要求的对吧 它或许大家都在认为它会调整的时候 英伟达主要代表的会产生新一轮的变态墙 也可能会继续推动美国的继续上涨 其实它的调整一定会出现 但是未必会在这个时间点上会出现 我认为现在的一个新的风口正在逼近 那么科技相关的概念 还会继续助长这个整体股市的走强 所以我们不要一味的去看空 而是要通过标准 还又谈到了标准 其实你可以数一下我们本视频当中 一共出现几次标准吧 这个标准为什么这么重要 就是你可以规避掉一些所谓的羊群效应 所带来的盲目疯狂和盲目的悲观 所以这是最重要的 就像我们说的特斯拉 特斯拉现在很多都是比较悲观 对吧 但是标准它并没有破坏 反而在向上突破的过程 所以我认为这个股市还是要以标准 不要太过于盲目的 按照市场情绪去做出一定的角色 很危险 所以大盘这边我觉得吧 NAT可能早晚还是要出新高的 现在呢就是大家比较担心 然后下周呢可以说万众主播的英伟达财报就要来了 应该是下个周三的盘后对吧 所以说这一点应该大家可能比较关注 整体来说呢大盘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 只不过下周或者是二月三月初 本来每个月有一个规律 还是要注意市场有可能出现突发性的回调 一旦有回调 那么达到三周以上 就应该是占了这个机会了 因为大家确实有一个雷在那放着 至于报不报 我们拭目以待 可以啊我们一会就来终点聊一聊英伟达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最近的AI智能芯片的龙头股 英伟达 英伟达呢我们在前几期啊 是聊了很多了 对 像徐老师把那个英伟达的前面的故事啊 包括老黄的一些眼光独到啊等等都讲的很细啊 那最近英伟达它确实开始有点在高位呢就是震荡 那股价呢大概在将近七百五左右 还没有七百五 有点震荡 那很多国民就觉得英伟达到底还行不行 实际上呢它的 不管是我们说芯片的板块的这个龙头啊 还是不管的强势 都说明了大家对它的一个孤注一致 因为一旦如果英伟达它开始 刚才我们讲到如果它切菜了 可能那就真的要调一个 会带动一波进行调整 嗯 关于英伟达这边呢 我这边看一下这个图表 它在日线上啊 其实已经是出现很多运行了 而且其实早就已经背离了 但是呢大牛股经常是越背离越不跌 没办法 这边徐老师对于英伟达这么看 这个看法可多了 为什么呢 因为之前我们经常在快速局当中 跟大家去聊起英伟达 那我的印象最深刻的是 我们一直聊它变态强 它确实是变态强 所以这一次大家都在等它的财报 可能认为财报会出现不好的预期 可能会带动整个美国市场的下调 其实我还是有一定的 是反方向的一种观点 为什么呢 我有两个原因 当然我只是跟大家一起参考 因为现在呢 新的技术在不断的出现 对 而且呢老黄大家也看到了 它每一次总能有益或无益 你说它眼光独到 或者说它是踩了独死运 踩到了这个行业的这个节奏上 基本上它都是一波又一波的 导致它的股价在上涨 比如说比特币 你比如说后面的这些AI等等 它都对于它的显卡是有要求的 尤其像挖矿 它完全没有想到 这个比特币挖矿 会对它的显卡的算法 会带来那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 所以呢现在就出现了 这个OpenAI的新产品 它会不会再一次 对英伟达显卡有一个刺激作用呢 当然了这一次财报 我相信调整可能性也很大 它为什么呢 因为它不可能一直这么强吧 因为大家的预期 随着它的股价来上涨 也是水涨船高的 所以呢它后边跌的概率有 但是呢我们不要盲目的看跌 还是那句话 标准 确实 你制定完这个标准以后 它跌破了 你再去行动 不完 如果你没有跌破标准 你就去行动了 那卖涨了 昨天我记得有一个粉丝朋友 一边问 这位置很高了 要不要卖 当然说的不是因为的 另外一个股票 也是科技股 当时我就说了 这个股票涨得那么久 人家涨那么疯狂 它总要喘口气了 果然韩后直接调的也是很疯狂 所以我认为啊 现在我们不要太过于看待 整个市场的一些信息 到底有爆雷的可能啊 还是没可能啊 你不要过分紧张 应该是看好我们所学习到的一些标准 它跌破了 我们该减仓减仓 但是呢 底仓不可能 对吧 底仓有入 对所以我认为 英伟达在现在啊 它的这个风口 还在不断的形成 接下来大家对英伟达 应该是更加去关注标本 而不是去猜 它的猜报如何 这是我对英伟达的一个看待 英伟达这边 我看了一下 它的周线图上也很夸张啊 它其实本周结束 就刚刚出现了四九结构的九 对啊 真的是很厉害啊 然后现在很多人担心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说它这么高 它的背离时间很长 就该跌了 但是你要知道 不是有个特点 如果就是市场够火热 热点够持续 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 就是实质性的利空 那不断的有固的新资金呢 又热情 确实能把股票一直持续推起来 所以刚才我还说大盘也罢 有点说会影响个股 但是个股英伟达也是影响跨栏 对啊 我今天看了一个报告 有点夸张啊 英伟达一个股票的市值 顶中国一个大A股票市场的市值 主要是这次讲的 这个大家去查一下吧 对有点夸张 所以说现在英伟达确实是万吨主入 那我觉得啊 之前有减仓的也没问题 因为减仓呢 有人是左侧卖区 咱们也提到过 但是刚才你觉得很对 右侧的标准 比如说它如果真的在下一周 或者是在2月月3月初 放量大跌了 你当然要可以卖对不对 但朱长期的投资者或者是长线 肯定不会因为一个短线 下跌就卖掉 甚至有什么可能 就是说大盘下跌回调 英伟达回调 它可能正向逢低入场 嗯 其实该跌不跌 必上涨 也就是说它会出现顶背离 但是后边如果 及时的修正了这个顶背离 也可能会进不上涨 所以我认为现在 英伟达正在踩下一个风口 所以如果它踩对了 这个风口足够大 那么英伟达还会继续变太强的风格 这一个呢 我认为大家应该是更多的去关注标本吧 关于英伟达我还想说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最近英伟达确实很吸引眼球 咱都不要说英伟达涨得多高 就像最近几天涨的一些小股 只要能跟英伟达搭上关系都暴涨 一天都能够关注力百分之百 所以就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我记得咱们第一次入快步局 当时英伟达就是高位震荡不涨 对 然后那一题我记得徐老师专门讲了很多 我把那个他的这种形态称之为变态强 有可能会发生 结果我们下期就说了变态强发生了 后来变态强一直在发生 现在又提到变态强会不会继续发生 大家可以去参与一下 所以是就是这样 中短期他的走势往往更加提升于情绪 但中长期还是要回归价值理性 但中短期确实你不能不考虑这个情绪 尤其是这个投资者的疯狂 对吧 随着这个大选的接近 而且美国整体给我的感觉是 现在以科技为首的投资者 极度疯狂 极度恐慌 而且极度的渴望直到接下来的方向 其实你这些所谓的极度 应该放在极度的执行标准吧 这是很重要的 对另外看消息啊 最近的一两个礼拜 大量的这个看多期权 关于英伟大的变卖度 很大的量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啊 在下周应该是在 尤其是下周三的盘中 以及下周四盘前吧 那这一段时间会非常的羞涌 整个这个波动都比较大 嗯 这么一聊我发现啊 真有点后怕 因为大家现在市场整体情绪来说都是灯况 嗯 就万一出现一个措手不及 你也要做好心理准备 好的 所以关于英伟大呢 我们就聊到这儿 刚才其实我和徐老师已经聊到另外一支股票了 就是跟英伟大相关的 但是涨的比它更猛的 应该就是 SMCI了 对 它最近涨太猛了啊 从咱们频道 关注它出现暴风缺口 大概是320左右 到现在1000多 足足啊 一个多月 它的三倍啊 对 它出现了9连涨 9连扬 9连扬 对 对 而且呢如果那个跳舞圈口开始算的话 嗯 它整整上涨了20个交易日子 对 没有跌过50均线 对 这个时候咱们讲的很疯狂 对很疯狂 而且呢 这种疯狂让我想到了一个股票就是HKD 好 那是之前的一个疯狂的 极度疯狂 20块钱左右 嗯 直接在短短的一段时间 上涨到了2550块钱 它的骑士价是19块 对19块 当时我还在讨论 我说这支股票应该买一点 不过买一点就好了 对吧 但这个刚才讲的SFCI 这支股票 在昨天我跟很多人去交流的时候 也谈到一个话题了 它太疯狂了 嗯 它会不会产生泡货呢 嗯 所以果不其然 昨天啊 咱们这边的 晚上应该是他们正在开盘 对 对 对 当时我一看 1070 嗯 当天又上涨了70多块钱 嗯 前一天上涨了100多块钱 对吧 对 所以这次我发现啊 你不能这么继续疯狂下去 你一旦陶醉 那肯定是有危机的 对吧 当时有很多人说 我说这个位置应该是要注意控制风险 对 该减长减长 该落袋不圆落袋不圆 落袋不圆 果不出其然 今天我早上一醒来 还那么多短信 啊 是我卖队了 我卖队了 哎 我说不是卖队了 就是我们应该具备一些所谓的反强合道的这种心态 嗯 为什么这个SMCM这么强 通过这一支股票都不能够看出整个科技领域的一个疯狂的缩影 对 因为芯片现在一直吵得很热 包括现在大家都在猜 是不是特朗普要继续执政 对 成为下一任的美国总统 如果他执政 在上一届他的执政过程当中 是也对科技领域有很大的一个促进 对不对 所以这一次大家对这个重演的期待是很大 无论如何科技是低级生产力 而且呢 最近很多人也说了 SMCM能推到1500 能说出这样的言论 说明他就该跌了 嗯 他这个SMCM在星期五就大跌很夸张 一根阴线吃掉两根阳线 对啊 他的图标我看了一下 日线的换手率是40%多 也就是说相当于这么高的位置 这一天啊 流通盘的40%都被你消息 他这个日内的活跌程度很高啊 对 你这么高的位置 涨了三倍 肯定是出货呀 耗力的比较多 对这个分歧是很大的 对 那也就是说一个问题 分歧是大 卖的人咱不用说 肯定是好路 赚钱了 对不对 那同样肯定还有很多人买的 对 肯定套在里面的也很多 就买的人是怎么想的 就像你说的 认为会涨到1500 所以这种小盘 概念相关的热点股票 能不能做 咱们直播间一直讲过一件事 就是我们的理念 在赚钱的市场做有价值的股票 就如果你做这样的股票 它是一个小盘的 炒起来的 它是很贵 但你知道它不是那么有价值 你不要放太多资金 尤其去到后期 你要一直盯着 对吧 不像我们做英伟达 你一两天不盯着 其实也不是很危险 对不危险 对啊这就是我们的理念 所以关于这样的股票 可能说老师我想再知道 现在SNCi可能一定要休息了 请问下一个SNCi是谁 它是出现就是锦上添花 你不能把种彩票当作一种常态 这个月种一次彩票 下个月也要再种一次 下再种一次可能吗 它是一种锦上添花 我们应该按照像姜老师谈到的 在赚钱的市场 就有价值的股票 对啊咱们都股票 那一做小股 它只是一个风口 你赶上了就赶上了 你赶不上 那你就不要再说我下一个风口阵 就是我下一个兔子 撞在哪个曙光了 你这是没有意义的对不对 所以我认为这个SNCi再一次 为大家在投资理念方面 悄悄了情 确实如此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再去通过 目前就是比较高位的 涨的凤凰的股票 反过来想一想另外的一些股票 比如说像特斯拉 现在地位趴着 最近感觉已经有点那种 就是以前是趴在地上移动不动 现在感觉吧 就是有点喘气了 眼睛里有点光了 刚刚就是手扶地要起来了 刚刚还起不来 躺平了 但现在抬个头看看天亮了 又要起床 但是他发现他还起不来 还有点困 所以现在特斯拉也是很尴尬 好像最近也没有太多好消息 但是换消息 基本全都已经出到差不多了 就是破骨灌垂 垂死为止 就这个位置 我看了一下 最近它的日线很有意思 它在本周四 有一个大涨6%的阳线 还是可以的 然后这个缺口 它又被挖完了 就是最后这个大缺口 上沿是206块7毛7 我算了一下 如果再往上的话 下一个曾经的下降缺口 大概是225美金 所以说 现在还不能过于乐观 就是它应该说 有一些激进的人 已经开始买了 也没有问题 因为现在它指接阳线呢 涨起来没有问题 但是说很安全很稳 还不好说 其实特斯拉 它让我感觉到 有希望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第一 它在底部横盘的时候 没有破备所谓的底部标准 对 当大家最绝望的那一根K线 所对应的绝望情绪 是没有被破备的 尤其是收盘架是没有被破备的 它也没有被突破 所以在这种横盘的震荡的过程当中 它修正的下跌的四九结构 对 它本来出现了下降结构1 但结构2 我忘了有没有出现3 应该是出现了3 结果呢 最近它出现了上升的结构1 说明什么 说明它不愿意继续下跌 比如说很多的市场情绪 很多的投资者 看好特斯拉的投资者 它不希望它继续破位下跌 那么最近呢大家都在提 像这个马森克 对 它不要说话了 不要再讲话 一讲就跌 对 它一开口 特斯拉就直接破位19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其实我认为 接下来的特斯拉 它已经到现在这种低谷了 它再跌能跌到哪去 再说美国大选年 它不能掉链子吧 对不对 所以它后面的向上突破 才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重心 我相信 越来越多的投资者 已经在180左右 尤其是182左右 已经建成了 所以接下来 我认为 你只要制定了标准 它即便是突破了 最近的一个缺口 你就是胜利 所以我觉得 特斯拉这种股票 是我们在建地震的 底仓的一个好时机 但是呢 你不要忘记设定止损杯 就可以了 确实 它最近很有意思 咱们在直播间的时候 好多咱们的粉丝都问 它是不是迷你的突兼体 它这么看 底部是走出来的 对 另外刚才你说的比较疯狂的时候 就是它大跌到180那天 对吧 180那天 RSI很低 RSI都17点多了 然后到它又掉了个低点 是174 75 到175的时候 这下子就股价创了个新低 但是RSI开始被离了 所以它现在这个底部呢 就蛮较坡舒适 跟2022年年尾差不多 也是个迪梅迪 也是这样的情绪 所以我觉得这次呢 特斯拉目前的这个震荡区间 还是蛮扎实的 就像大家所说的 那种牛一牛二 又出现熊一熊二 然后又开始现在出现这个 它还是没有摆脱这个震荡区间 所以可能还需要耐心吧 那其实特斯拉在接下来的功能 让我想到了 如果英美达暴雷了 不是的 如果 不要扔金担金 如果这个英美达暴雷了 那下一个明星股 只能是特斯拉 为什么 因为特斯拉趴在地上好久了 你像Meta 微软 还有等等亚马逊 等等你能想起来的 尤其是SFC 它都狂飙这么久了 英美达 一直出现变态墙 就属特斯拉 一直躺在地上呼呼搭坠 而且睡得很死 所以接下来我认为 它如果一旦醒来 它后边肯定是一个后起之秀 作为接下来大家追捧的一个对象 所以现在我对于特斯拉的一个观点就是 在180左右 咱们设定止损备的情况下 去建立抵仓 你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是这时候你要注意 跟着交通老师去学 如何建立抵仓 这个交通老师前面也跟大家去讲过 所以我认为大家在特斯拉这个股票上 应该是多放一点精力 多放一点时间去研究 肯定会让你有意外的惊喜和收获 特斯拉永远是我们频道粉丝最喜欢我们聊的股票 今天也聊了不少 今天我们聊了美股打盘的一个情况 对吧 聊了关于英伟达 SNCI 还有关于特斯拉 其实说到这 我觉得整体上美股呢 在二月末和三月初 我们还是应该注意市场可能的风险 那么今天的太库局呢 我们聊了很多 还有一句话 提前布局股市的良机 规避股市的潜在风险 今天的太库局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